经常上图书馆借阅书籍的民众一定会发现三重采购新书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原来三重每一两个月就会采购一批新书 让读者可以很快就看到想要阅读的书籍 民众想要阅读喜爱的书籍除了到书店买回家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到图书馆借阅 以往新书到馆都要一段时间 不过三重图书馆体贴读者几乎一到两个月就采购新书 新书大概一到两个月会买一批书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最新书的书我们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赶快买进来 让民众可以阅读这样子 同月实施之后三重以外的乡镇也能透过网络借阅新书 官方为了让市民抢先阅读 通常会选在周六周日让新书上架 因为六日的禁馆人数其实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把编好的书 集中在民众禁馆最多的时候 把新书上架 然后让四名朋友来到我们图书馆可以借到最新的书 不断添购新书 无非就是希望读者能多多利用图书馆 因此官方也希望读者当借阅书籍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爱护 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借到维护完善的好书 天外天新闻方健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